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而我们先从两者的营养成分来对比看看 1.蛋白质 100克牛奶含蛋白质约3.6克 100克豆浆含蛋白质约3克 2.含量相差并不大 而且都属于优质蛋白 但是豆浆中主要是大豆蛋白 其外周有纤维薄膜的包裹 消化吸收率只有70%到80% 而牛奶中主要以烙蛋白为主 其次是乳清蛋白 还有血清白蛋白 免疫球蛋白及酶等 消化率为96%左右 另外 动物蛋白中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但植物蛋白中却缺少色氨酸 这样比较的话 牛奶中的蛋白质营养价值更胜一筹 2.碳水化合物 1.牛奶多乳糖 牛奶中的碳水化合物几乎都是乳糖 含量约为3.4%到5.4% 不仅能促进钙、铁等矿物质的吸收 提高它们的生物利用率 还能促进肠道乳酸菌的繁殖 改善肠道卫生态环境 不过 不少人体内的乳糖酶活性很低 无法充分分解乳糖 也就是 牛乳糖不耐受 喝了牛奶容易胀气、腹泻等 2.豆浆淀粉、大豆低聚糖 豆浆中则以淀粉、大豆低聚糖为主 含量约为1%到4% 其中淀粉能提供能量 大豆低聚糖能促进肠道蠕动 加速排泄 还可以促进双齐甘菌的生长 调整肠道环境 因而有乳糖不耐受的 可以选择豆浆 其他人群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3.脂肪 胆固醇 相较而言 100克牛奶脂肪约为3.2克 胆固醇约为15毫克 100克豆浆脂肪约为1.6克 胆固醇为0 除了含量有所差异 种类也不同 1.牛奶中的脂肪以饱和脂肪为主 占65% 主要功能是为机体提供能量 但其中也有少量的供恶亚油酸 可以帮助降低肥胖 代谢综合征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豆浆所含脂肪的85% 为不饱和脂肪 其中卵灵芝脑灵芝含量丰富 它们不仅能养护脑细胞 还能抑制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 4.维生素 相较而言 牛奶比豆浆维生素含量更为丰富 牛奶不仅含有豆浆中没有的维生素A和D 而且其中的维生素B2和B6也高于豆浆 维生素A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能延缓衰老 也能促进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和骨细胞的分化 维生素B2能促进毛发生长 帮助消除炎症改善视力 维生素B6则主要参与人体蛋白质代谢 糖代谢以及核酸合成 是调节神经系统 维持皮肤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素 每天喝半升牛奶 可满足人体对维生素A14%的需求量 和大部分B维生素的需求 5. 钙 100克牛奶含钙量约为104毫克 多为乳氢钙 吸收率高达98% 100克豆浆含钙量约为5毫克 进入人体后 予有一定的可能形成草酸钙结石 磷酸钙结石 可以说在补钙方面 牛奶完胜 6. 大豆翼黄酮 豆浆中含有牛奶没有的大豆翼黄酮 这是一种植物磁激素 有双向调节人体磁激素水平的作用 当体内磁激素水平较低时 它有弥补作用 而若是水平较高 则又能阻止人体磁激素与受体结合 起到降低作用 另外 大豆翼黄酮还有助于保护乳腺 缓解更年期综合症 并防止低密度脂蛋白过氧化 帮助保护血管 2. 每天一份奶 两大好处不请自来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 每天喝400到500毫升是可以的 对于成年人来说 每日推荐量是300到400毫升 1. 牛奶的两大主要好处 1. 防骨质疏松 牛奶中存在大量的营养素 比如钙、钾和磷 是骨骼生长和保持健康所必须的物质 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 更年期的女性、老年人来说 身体对于钙元素的需求量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类人群应该常喝牛奶 能促进生长发育 还能预防骨质疏松 2. 安神助眠 牛奶中含有色胺酸 能帮助舒缓神经、安神镇静 利于缓解焦虑和压力等负面情绪 辅助提高睡眠质量 所以心情不大好、压力大 睡眠质量差的时候 不妨喝一杯奶 2. 不适合喝牛奶的人 牛奶虽好 但有些人却不适合喝 1. 乳糖不耐受者 有些人体内乳糖酶不足或缺乏 这类人喝牛奶后 容易导致不同程度的负胀 多气、甚至腹痛、腹泻 这类人群更建议选择酸奶或舒化奶 2. 消化到疾病患者 最近研究表明 牛奶比普通食物更能促进胃酸分泌 饮用过多,有可能诱发或加重消化道疾病 因此,胃及12指肠溃疡 溃疡性结肠盐、胆囊炎等消化道疾病的人 最好少喝,甚至不要喝牛奶 3. 缺铁性凭血患者 食物中的铁需要在消化道中转化成亚铁 才能被消化吸收 而牛奶中的钙盐、磷盐 会与亚铁结合形成不容性化合物 影响铁的吸收利用 不利于贫血患者恢复健康 3. 每天一杯豆浆 两个好处收入囊中 医生建议 成年人每天饮一到两次豆浆 成年人每次250到350毫升 儿童每次200到230毫升即可 1. 豆浆含有这两大好处 1. 平稳血糖 豆浆里面所含有的血糖指数 只有15%左右 而牛奶里面的血糖指数 则高达30%以上 而且,豆浆含有大量纤维素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抑制人体对糖分的吸收 利于血糖的控制 2. 利于心血管健康 豆浆中所含的豆固醇和钾、鎂 是有力的抗炎钠物质 能帮助平稳血压 另外,其不含胆固醇 含有的豆固醇 可以帮助改善心肌营养 并降低胆固醇 辅助保护血管 也有研究发现 如果能坚持每天喝一碗豆浆 关心病的复发率 可降低50% 2. 不适合喝豆浆的人 1. 消化能力差的人 因为豆浆中含有一种成分 叫做低聚糖 对于消化能力差的人而言 容易导致打壳和负账 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胃痛的现象 2. 痛风病人 痛风是由飘零代谢障碍所导致的疾病 而黄豆中富含飘零 虽然在制作成豆浆的过程中含量会减少 但急性期的痛风患者不能喝 非急性期可以少量喝低浓度的豆浆 3. 正在服用抗生素的人群 豆浆会与红莓素等抗生素发生化学反应 所以两者不能一起进食 建议隔一个小时以上进食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 豆浆最好不要加糖 如果觉得太单调 可以适当加入红枣 黑芝麻 核桃 枸杞等 总的来说 普通人群最好豆浆和牛奶交替喝 两者能达到更好的营养互补效果 而特殊人群则选择适合自己的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